你敢相信世界上真的有石鸟鱼存在 过去这一年 我带着羽泉走遍东南沿海 无人荒岛 甚至远赴深海 但都没能钓到这种 厉大的牛 性情残暴的石肉鱼天花瓣 结果这两天 一个泰国朋友发来消息 说最近泰国的一个小岛 从深海来了一群体型巨大的GT鱼群 而且他还能帮我找到 当地几十年专业钓GT的老船长 说一定能带我俩钓到 这哪里能忍 我立马带羽泉 再去泰国找他 看看这次究竟能不能圆梦 你在那边钓舞最大去 几个的 那么大 二十多公斤 二十多公斤 那我能来 这不得给我转水里去 我们都拽着你的 这就是传说中的老船长 据说当地人都称呼他GT王 Nice to meet you 你看 什么人师父级别的人物 要是师父级别的都搞贵了 哈哈哈哈 我娘听了你们的故事 我今天拼了命都要短 哈哈哈哈 把招牌砸了 我们到了 这里就是最近GT泛滥的海域 是船长最有信心的钓点 这是泰国钓GT的仪式感 钓GT之前得来个泰式红油 哈哈哈哈 船长要我们做好准备 船底下就是GT群 下杆就能中 钓GT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用这种 长得像小鱼一样的铁柜 接着让耳沉到八十米深的海底 接着要匀速不停的抬杆 模仿小鱼从海底逃穿到海面 路上就会受到GT的攻击 待会儿中到巨物王一博 然后就站在这卡卡拉就完了 中了 我的 这也不是GT 船长觉得很奇怪 正常情况 这种鱼 似不会在这里出现 来了 船长说 这个应该也不是GT 这个力气大多了 还是这种小杂鱼 你也来了 收线收线 我把我的线收起来 收起来收起来 这个也是个方法 交给 出来了出来了 看什么GT 来来来来 二 依然不是 还是刚才的小杂鱼 看来随下的杂鱼群 这下可把船长抽坏 船长说 这里原本下干就是大GT 今天很奇怪 啥全是这种小杂鱼 GT鱼群也不知道去哪了 船长说 没关系 他带我们把他所有标点跑一遍 不停收拾 肯定能找到 但抽了一天 我和雨泉 手都快抽爆肺了 还是没有找到 终于在太阳落山前 在这个小岛周围 有了动静 哇 哇 哇 肺腾了 肺腾了 哎呀马 早了一天 鱼群终于出现 船长叫我们 赶紧下个 我可以不 可死了 今天真的是我见过你 运动量最大的一天 没停过 我都这么努力了 最近不咬一下 但这时 朋友的感觉 先有动静 动了 力量的 拉我的血 微博快看 哇 你腰不行我来吧 停住 坐坐坐 哇 哇 像挂底一样 马一波 神经病了 马一波 感受一下 快点 快点 还有 不愧是天花板 雨中 又拉了十几分钟 才拉出水面 真天 哇 不行不行不行 马一波 哇 这一条有十斤重 但钓有锁 这个还是二个背的 让我们赶快下肝 还有更大的 哈哈哈哈 我抢位置 马一波 但也不知道为啥 雨泉一过去 又没动静 同人不同命 同样的位置 你咋这一条雨没有 中了 又中 这条是小局地 哈哈哈哈 你去哪儿 雨就不在哪儿 哈哈哈哈 再放那边 蛤 雨泉又跑到船头 跟人家抢位置 哈哈 连频率抽得跟别人一样 太累了 哈哈哈哈 我中 又中 二 大雨 太可怜了 对不对 一条都没有 这是我最努力的一次 哈哈哈哈 你看我的手 被知觉了 碰不动了 太热了 想想那大鱼 在努力努力 你干上一条 你就抖起来了 望一波 眼看太阳 马上就要落伞了 时间不多了 哎 最后一关咯 蛤 哦 中了 哇 踩不上来 哇 哈哈哈哈 他在动 你也中了 完蛋 哇 哈哈 啊 啊 啊 什么鱼啊 哎呀嘛 又是条杂鱼 船长说这种鱼 都是成群结队的 所以 雨泉那条 估计也不是GT 眼看就要天黑了 看来 哎 这次又没机会了 哎 我们还以为还是没钓到GT哦 那好像他那条看哪里 我这条要大得多啊 啊 我说出来话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也不知道是不是雨泉太累了 一条小鱼拉得这么费劲 要帮忙 不要 要我帮你拉 不要 他可以啊 哇 看到了看到了 我帝嘛 他这条咋这么大 我帝嘛 我帝嘛 哇 哇 我帝嘛 我哭了 哇 哇 可以帝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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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啥玩意儿 哈哈 他咋哭了 他干嘛 他干嘛 每GT呀 手都僵掉了 哈哈 掉哭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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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了一下 这条GT有十五 紧张五一圈说 假如一开始就知道他是GT 可能就拉不上来 我帝太厉害了 哈哈哈 哎呀嘛 谁能告诉我 这是在笑 还是在哭啊 我天生梦都在拉GT 哈哈哈 这时一个国内钓友 看到了 说原来是咱们国家的新沙群岛 还是巨型GT的老挝 甚至能长到比银害大 是哪里能演 我和雨泉 立马硬定了船跳 准备前往 你是不是也听过 海钓非常挣钱 因为很多海鱼 一条能顶普通人一个月的工夫 于是前段时间 带女朋友花重金 远赴深海 钓昂贵的金香鱼 但因为钓到的都是小鱼崽子 导致血本乌龟 本来打算金盆洗手 结果这两天看到朋友圈被刷平了 据说南海最近平出百金大金香 运气好一条就能回本 虽然去深海的费用不费 但想要单车变摩托 一须搏一搏 而且这次从泰国修炼回来以后 技术也强了不少 于是我和玉泉又咬牙花了三万多块钱包传 看看这次能不能一波回本 哎不是你好歹也是拉过GT的人了 啊 这一次金香鱼也自己干上来了啊 错 我是拉过GT和大石班的女人 我将拿回属于我的一切 我再回头看 哇好熟悉啊 开了六个小时 终于到了金香鱼的老窝深海一号邮警 但是刻不勇火 因为正好赶上黄昏一天中 只有这么一小段时间 大金香会集体游到海面捕食 这时候的调法很简单 就要用这种长得像鱼一样的浮水 当看到鱼群在水面上秘食 就使劲丢过去 借着不断抽杆子 模仿小鱼在水面上尸出逃窜的样子 吸引金钱攻击 但钓友说不用着急 现在竟等鱼群到水面上扎水就行 欢一不啊 接下来咱们的加油钓从小了呀 这是再亏了 没有没本金钓鱼的 我就知道 村长发现鱼群了 穿头穿头快穿头 呃 太打发了 真的着急 来大鱼行了快点快点 中了啊 哇 这就中了啊 哇 真的哇 真的 满海龙是看到没有 让一下让一下 没有 没了吗 这不太慢了 我刚才都撇过去了 人还没过来 钓友说这种炸水 转瞬即是没赶上就没办法 但问题不大 这时钓友刚才抢到的鱼 证明刚才的鱼群并不是金枪 于是船长带我们立马回到游景旁 占一个好位 说黑天以后 金枪又会开始出来捕食 没想到天一黑 鱼群立马就来了 说来就来 哈哈 这拉着满船到处跑啊 从船头直接干到船尾来了 哎呀嘛 但这也不是金枪鱼啊 钓友说啊 钓金枪最讨厌这种鱼了 因为满吃一点也不吃钱 还特别喜欢 跟金枪相耳吃 希望不要遇到鱼群 诶 这条大刀 我的地方你看这边 啊 哇 哇 哇去 哇满海都是 哎呀嘛 这一次怕啥来啥 怎么赶也赶不走 看来只能把他们都钓上来 哇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 哇哇哇脱了 这玩意儿还挺难钓 又中了 刺 刺一样 哇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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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玩游戏一样 哇看到没有 在你面前洗腮 接下来就是腹蟹是上鱼了 哇哇 哇哇 哇去 啊 钓了大半个晚上 这玩意儿咋还越钓越多呢 哈哈哈哈 鬼头刀可太多了 我到了鬼头刀养食场 我老师不知道你带我来 我一正面 要不是来养食场吗 哈哈哈哈 太多了满海都是 钓累了都 而且完全不能让你当爱人啊 就在你旁边晃呀 给啥吃啥 大金枪在哪啊 不要再上鬼头刀啊 我都是恶心啊 传掌说啊没关系 再等等 一定能等到金枪鱼 到天都亮了 这帮温神终于散掉了 中了中了 大火大火 哎呀嘛 这玩意儿呢 终于来点像样的了 蛤 是大火 崩溃了家银们 挖了三万块钱 叫眼眉睡 钓了一晚上不值钱的垃圾鱼 海泪够腔 谁懂啊 哈哈哈哈 这一地的鱼啊 没一条是值钱的 这个杂症 要不直接给粉丝吧 行吗 至少还有些小金枪的拿得出手 上一次钓到的鱼 还卖了几千块 这一次连几十块都卖不到 顾茶亏飞了呀 家银们 形务的像す 说 识